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一评访谈 上一周因为过年的关系,让李教授休息了一个星期 现在又把他请回来了,为我们点评时政 李教授你好 一评兄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新人好,新人如意 李教授,今天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 是关于台湾现在的政治局势的问题 前两天台湾行政院换人了 苏贞昌院长下台,然后换上了前副总统陈建仁 大家都知道现在离台湾的总统和立法院的这个选举 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应当在明年初的时候就要投票了 这个时候临政换将 那是不是会对明年的这个选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民进党在这个时候要做出这么大的动作 请您跟我们解读一下 好,2022年11月的选举 英国说起来民进党的确是大败了 因为只保而止留住了五个县市长 那孙商院长虽然做的政绩匪难 但是他比较强势 那因为三年下来疫情云阴 所以可能有些弱势家庭没有被照顾到一些中小企业 一些生活上也比较苦闷 那台湾的这个宪政制度 总统是有任期保障就像美国的总统一样 那刑事院长是完全是由总统来决定要不要让他序认 那所以呢 苏院长就在总预算通过以后呢 正式提出辞呈 那总统也接受 然后换为前副总统 陈建仁 中院院士陈建仁来担任行政院长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其实他不是过度内阁 也不是看守内阁 那是错误的 那什么过度内阁看守内阁 那个是内阁制 或者是那种选举完以后 再等待新的党或新的执政者就认 那才是看守嘛 那不是 这不是 这是延续性的内阁 也就是蔡英文执政到明点五月截止 明点一月是大选的时候 那么这段期间 差不多一点的时间 陈建仁他要延续 孙真昌的政绩政策 继续展现出他们民党的执政风格 执政的绩效 让人民来做最后的选择 所以这是一个选举内阁 但是也是一个延续性的内阁 这个不是一个过度内阁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这样定位的 第二个就是说 行政院长他的风格 可以从他的特质来看待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到范提纲去 是直接可以见到教皇的 所以他的这个宗教的这些部分 是获得非常高的评价 那他又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 他研究成功 也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 所以他既是宗教家 又是科学家 他有宗教家的情怀 有科学家的精神 可以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 从我角度来看 他已经接近没有什么瑕疵可以找的人 孙上院长他是很强势 然后很坚定 然后联力风行 对待他的这种同僚 不管是党里面的同僚 包括各部部长 还有立法院 不管是执政党的立委 或者反对党立委 他说基本上都比较强势一点 但他做得很不错 因为刚好三年疫情 三年疫情如果不是孙上院长的话 我真的很担心台湾的生命财产损失 可能更严重 但是执政总是会有一些缺失 所以他民意调查 民意反应也不错 但是因为选举选得不好 所以换了陈建仁担任 刚好他是一个互补 也就是前后互补 他不是在任互补 而是前后互补 我的行动叫做刚楼并济 就是说苏文昌院长比较刚性 然后我们陈建仁院长 他是比较温柔一点 但是他的温柔不代表 他是赫稀尼或是没有原则 而是他现在强调是坚韧温柔 我最喜欢强调 我喜欢做的比喻就是 短绳捆猪 我小时候农村是养猪的 当猪犯要来将养肥的猪抓走的时候 猪把他放出来到外面 那个猪犯他不会直接去把猪翻倒 或直接去抓他 你这样会被猪怎么样 会被猪弄伤 他会用长线 然后用一个绳索 然后那边有一个圈套 将他一脚套住的时候 然后让猪跑来跑去 顺势把他翻倒 然后再过去把他捆起来 乱生捆猪 不是说最后让猪跑掉 他最后还是要将猪捆住 他有螺性的变 但最后还是他的目标 还是要把他猪宽倒 因为就像我们讲说 陈建仁他上他的风格 一定是比较螺一点 这是他这个时候就任行政院长的一个特质 您的意思就是说 苏贞昌下台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绩 有多么的烂 而主要是因为他执政的风格 在这个选举当中 对选民来说不是很讨好 对反对党或者其他的这些政治任务来讲 不是很讨好 而陈建仁正好就弥补了他这方面的这个缺失 但是主要的执政的这个方针大方向还是不会变的 所以是一个延续性的内阁 那刚才您对这个陈建仁 他在这个学术方面的成就 宗教方面的成就 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这种作为都是评价相当高 但是我也看见了现在台湾的男营对他的这个评价非常的负面 甚至是现在说他这个论文也涉嫌抄袭了 那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这也是我很感慨 也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民主政治有两个基本原则 宪政跟法治 宪政背后也是一个道德 法治也要立即以道德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没有道德无底线 道德一定要有底线 不能为所欲为 无所不用其极 台湾受到中共的影响不是只有统战 超限战 认知战 资讯战而已 更严重的问题就在于 中共的集权专制的统治逻辑 是建立在谎言加上暴力上面 还有用金钱来刷买 所以在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 我们都知道他的道德常常是无底线的 我感慨很深的就是中共这种道德无底线 也渗透进染到台湾来 反对党在攻击执政党的这一部分 常常无法救世论事 我最喜欢讲 我说民主国家 它最后需要一个基本的正义 也就是说民主政治背后的 手的原则是用正义来保障 公平让每一个的自由跟福利获得公平对待 也就是说国家的目的安全秩序 正义福利自由 人民既要享有自由又要福利 也要跟国家安全秩序做调节 调节的精神就在于法治 而法治的背后就是正义原则 正义我在这边讲一句话 民主国家的正义的底线 应该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政党做相同的事情 应该获得相同对待 很遗憾的 台湾的民主政治运作 政党攻防 尤其是南营的 现在国民党西党的新党这个势力以后 那个本来一直都是比较极端的势力以后 他们攻击常常是道德无底线 就像这一次 陈建仁要担任行政院长 他在我心目中 在台湾找不到几个 在政治道德上 在人品上 让我觉得他有相当高的一个地位 相当令人家尊敬 那个景阳的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学者 现在只是为了要当行政院长 那受到的批判竟然是说 他是爱钱又恋战 说他爱钱 是说因为中央院的薪水很高 他当时不愿意接行政院长 就因为不想放弃中央院的薪水 因为他院士 这是赵耀康在农立过年前讲的 等到他决定接受蔡英文邀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又讲说 他不放弃中央院的中央院士 他假如是戒掉以后还在回去任职 连朱立伦也讲说没有这个先例或怎么样 他忽略掉当时的马英九用的行政院长 将一话当时也是先戒掉 反正就是都只会讲别人 然后不会去检讨自己 然后他讲说爱钱 忽略掉 曾建仁是卸任副总统的时候 主动放弃副总统离义条例 一年四年下来为国家省掉 省下可以大约超到2300万元 2300万元 反正马英九到现在为止 每年有868万的纳税层要供养他 因为谢任总统每年有868万 他们不去讲马英九 然后人家曾建仁放弃副总统离义条例 然后现在他只会当行政院长 然后说他是爱钱又恋战 让我觉得实在让我进入受不了 另外王鸿威 当选李宝威那个王鸿威又在攻击了 他又说他论文抄袭 被在美国的陈斯芬教授 笔名叫做翁达瑞 举出来说人家那个论文是顶尖级的论文 然后他是团队写论文 然后他是十个人挂名 他是其中一个 是一个团队写的 然后那时候一个医生 比较年轻一点 投稿过程中 有一部分涉及 抄袭 然后被点出来以后 他们做了修改 然后后来看出来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说这个 有瑕疵 而且是顶尖论文 用这样一个东西 他讲说陈建仁涉及论文抄袭 根本荒谬 然后媒体大量报导 翁达瑞批判以后 还好台湾的媒体也有澄清 讲翁达瑞对他的批判 然后王鸿威躲起来 不敢再回应了 所以一个道德这么高尚的 一个行政院长 竟然为了 一个中院院士 为了要当行政院长 蔡英文总统 邀请他担任行政院长而已 马上被蓝颖抹黑 说他爱情又恋战 论文抄袭 让我觉得 台湾是不是受到 中共影响太深了 中共极权政治下 道德无底线 智慧黑白对错 都可以颠倒过来 谎言讲千变就变成真理 是不是在台湾在运作 没错 民主国家必然会 会有政治竞争 一年以后 台湾马上要选立委跟总统 但是这样的一个操弄 我主张民党一定要勇敢面对 我主张像每天发布疫情报告一样 一段时间 如果能够每天最好 至少一个礼拜有一次 出来反驳 反对党的特意抹黑 包括中共任职战 所形成的 四四豪飞 不能说 人民自己会选择 真相 我觉得这种操弄 非常可怕 就像我随时在注意到 联媒体的标题 常常都会故意乱造谣 或故意混淆示威 因为我在注意到 曹信成董事长决定要捐30亿 然后有一个律师 那个都是为了华众取从 就去法院告诉他 他背信 说他没有捐 曹信成董事长亲自写 那个line给我说 他可以告他 但他不想跟他们 让他水抹棒起舞 法院 那个法官 检察官那边 也没有调曹董去问 他说这跟那个律师无关 而且曹董事根本没有想要 想要避税 很多人捐钱又一定要有记录 为什么 他说他有捐钱要避税 要算在折底 在他的税金里面 曹董不是 还有曹董为了保护 他支持的对象 他不要公布 然后他就这样可以抹黑他 然后媒体报导的时候 就用说曹董背信 这样一个标题 内文就讲说 法官 检察官不起诉 然后贼案了 然后标题又造成了一个 一个负面效果说 他背信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们的高中公民课程 也有所谓的媒体试读 我教台湾政治的课程 也有一个礼拜教媒体试读 媒体恶劣的媒体就这样子 标题跟内涵根本不一样 标题跟你受造出来 是以为说 曹董可能真的就是 三十一没有拿出来 在欺世盗名 所以故意讲他三十一 是为了累积媒体的声誉 然后到时候出来选举 我看到真的非常难过 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 他们都故意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学者可以帮忙讲一些话 但是我希望民进党 他应该勇敢面对 这件事情该出来讲 怎么要被抹黑就要出来讲 因为人民常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 我不觉得台湾人民有那么差 他主要是台湾人民 大家都很忙 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就像台湾现在认知战 他们讲说抖音 还有认知战 他常常是最后是透过媒体来炒作的 那么2019年汪洋将台湾的媒体调过去训话 汪洋代表带领去训话 这过程中我注意到 他已经交代台湾的媒体要怎么样来操弄 所以我再次强调 民主政治是基于宪政主义跟法治 不管宪政主义宪政或法治 背后都是一个道德 不能没有基本的道德 那我再强调一遍 民主国家最低程度的道德 道德的底线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政党做相同的事情 应该获得相同对待 我希望台湾人民共同来思考 我所讲的这句话 我也希望提供给未来中国民主化以后 中国大陆人民如果现成秩序要确立 你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一定要立即于基本的道德素养上面 最低程度的道德 我刚才所讲的也就是法治 那么如果不立即以道德和法治 这个社会是无法成立的 因为没有道德就不成国家 一个没有道德就不成社会 谢谢 那李教授现在竞选还没有开始 舆论战认知战已经打得这么激烈了 那么随着这个竞选活动的展开 今后会越来越激烈 我的这个观察现在民进党是占得下风的 如果是这个趋势持续下去 民进党的选情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那我想听听您的在这方面的看法 您对台湾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建议 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个认知战的这种影响 这种一些误解偏见 才能够真正的做出这个合理的 合乎台湾的这个利益 合乎台湾价值的选择 请您讲一讲这个问题 美国入学考试 明大选入学考试 他们要求学生最基本的两种素养 一个是电脑 电脑方面就是现在的资讯社会的素养 第二个就是建政主义的素养 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 所有公民应该具备基本的现正主义的思想素养 也就是公民素养是什么 所以这个素养本身 那个 指引党有责任 但是公民自己也有相当的责任 那么 选举不只是 每一党自己的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中间选民的选择 那么 如果中共认识战打得这么鸡肋 那 台湾的人民需要去了解 维护民主国家 三个不可或缺的其中一项就是 没有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 所以一定要去分辨 台湾哪些政治势力 是 中共认识战的协力者 还有 政党竞争无可或非 但是我们要去分辨 哪些政党 故意抹黑 无所不用其极 一个正常的政党竞争社会 是要基本的道德素养 不能抹黑 不能造谣 然后不能走极端 然后呢 政策互相的攻法 互相的辩论 那民进党 责无旁贷 也无法逃避 应该记取 去年选举是大失败的案例 勇敢面对 中共 基于统战的超限战 发展出来的 资讯战跟认知战 从统战 超限战 超限战就是 无所不用其极出了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 然后现在最重要是认知战 资讯战 然后呢 配合在地协力者 尤其是媒体 有一个机构 刚又评出来 台湾是亚洲自由程度 民主方面表现最好的 全世界第14名 谈到台湾的缺失就两大块 一个就是媒体 媒体自由 但是媒体也在乱操弄 第二个就是司法 他已经点出台湾的两个弱点 就像我刚才提出来了 曹兴臣那个部分是 曹兴臣罕捐30亿没捐 律师控他诈欺 这是他标题 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这个 那个律师跟 跟曹兴臣根本无关 然后就乱控告 然后被检察官 法官判定不受理 结果他标题这样子 人民是不是很容易受骗 一般人民太忙了 没有注意到说 这个根本是法官不受理 然后曹兴臣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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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兴臣给我说 他也可以去控告这个律师 叫林宪彤 那他根本不想去控告这个他 因为他 他是借机要造势 要这种方式抬高自己的 所以小鬼太多了 这个民主社会 有些读书人 当起小鬼 还真的让人家更讨厌 那回到我刚才所讲的 每一个人应该去 将心比心 做一个公正的评判者 去了解 不同的人 不同的政党 做相同事情 是否获得相同对待 包括马英九 六三三没有达成要捐钱 有没有捐 每个月 每年领八百多万 人家没有讲他怎么样 你就随便去讲 别人拿钱 中央院士有多少人 你用了薪水 承建人就不可以 就他学术地位 会输给哪一个中央院士 还担任过中央院 研究院的副院长 副院长 然后他 为了承担使命 来担任一个 行政院长 就被人家攻击到这样的地步 在我心目中 他是一个 宗教家 道德家 科学家 被他们讲得这么不堪 我觉得 台湾人民 需要 一些基本的素养 希望大家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心 就像 我今天讲这个话 我自己 蛮自豪我自己的 因为 我小时候 我是长子长孙 我们是大家庭 当我妈妈 我妈妈是长媳妇 跟我 两个婶生 吵架的时候 我不竟然站在我妈妈这边 在我祖父那边 我会站在整个家族立场 我现在我也不觉得我这样亏待我妈妈 我跟我妈妈感情也没有这样不好 但是 那大家族的时候 我从小就有一种心情 那就是 是非对错 应该要一个基本的 发自内心的 赤字心的一个判断 不要西瓜 喂大边 我自我期许 我也希望所有人 自我都能够 期许自己 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心 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 这个社会是无法进步的 所以 正义 就是从希腊时期到现在 自由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原则 今天 先进自由民主国家 最后一定也是诉求而已 每一个都拥有自由 那自由如何不要犯难 就是要法治 法治变成道德 道德的最重要精神 就是正义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也希望这样一个角度 帮助台湾 民主政治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深化 也希望未来中国 民主化过程中 去检视自己社会的缺失 能够基于正义原则的 法治社会 建立宪政主义 这个社会才有办法进一步发展 谢谢你要受的解读和点评 民主社会 也是需要人的素质来支撑的 公民最重要的素质 就是要坚持这个公平的原则 那么怎么样坚持公平呢 我在这里再补充一条 就是信息一定要来源多方面 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学家 曾经讲过 判断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人 他的这个公民素质如何 主要是看他 是不是吸收多方面的信息来源 如果是他只听绿营的 或者是只听蓝营的那些铁粉 他们的这个 就会在时间一长 就会形成一些偏见 那么两方面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 坚持并须 然后才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 信息来源多方面 这个是民主社会公民的 防止自己被洗脑 防止自己做出错误判断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 一频访谈跟您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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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